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彦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2点46分 今天的航行很戏剧性 开那么高 一下子而已一个小时 高低点220点 从涨133 最低撒到88 诶很快又回来了 为什么今天会有那么大的一个波动 有些人反应很快 看到美国大涨 可是看到亚洲股市开盘 你看日本跟南韩 这比我们早开盘一个小时的 日本今天一开盘就落了 一开盘就落势了 美国大涨 日本开低 南韩今天开高 在我们要开盘的时候已经翻黑了 所以反应快的人 看到台北股市还开高133点就先买了 所以今天很多卖鸭都是怎么样 都是获利了结卖鸭 这种获利了结卖鸭 这种获利了结卖鸭也都正常的啦 反正不过股票贪钱 欢欢喜喜都没关系 那这种获利了结卖鸭 代表这个盘还很安全 因为投资人能够有警觉性的获利卖股票 那谁买的 这就学问了嘛 对不对 真正危险是行情在跌了 趋势不对了 投资人还不知道 还在买股票 那个才是危机啊 所以像今天这种开高 投资人卖出 获利了结 那这个都是安全的情况 行情起起落落 如果这一次从跳空缺口出现之后 一藏黑隔日是买点 连刷起第六天 其实让涨我也很担心啦 如果一直涨不回头 那很麻烦 股票都只能用追的 如果能够有蹲下来的机会 那反正大家都可以捡便宜货了嘛 可是不要乱买喔 有些高点下来的不可以 底部刚起涨的回来可以 所以你要分清楚 你要分得清楚 昨天美国股市大涨 道琼459点 纳斯达克分成报道体涨更多 涨到2% 其实这里面 目前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 道琼的跳空缺口 跟S&P500的跳空缺口 这两个跳空缺口要补掉 S&P500已经快要补掉了 已经快要补掉了 就剩下一点点而已 那道琼的缺口如果也跟着补掉的话 那天下太平 所以道琼缺口补掉的时候 整个盘就会冲出去了 整个盘就会冲出去了 因为最危险的隐忧已经解除了 纳斯达克分成报道体 昨天已经创历史新高冲出去了 所以缺口补不补很重要 所以可见在美国在半导体 跟科技股的部分 还是比较强 所以跟台北股市的互动 还是比较重要的 昨天美国股市很多 大型的跨国企业 股价都创历史新高 比如像Google 台积电ADR 包含Netflix 亚马逊 苹果 微软 甚至于NVIDIA 昨天都创新高 昨天涨最多的当然是特斯拉 一天涨了13% 股价已经来到1390元了 你看前一波 从980跌到390 跌到350 350会再涨到1390 很恐怖 这样一上来就是1000块美金 三杯 那今天台北股市 出现获利了结卖压 亚洲股市也是 今天南韩日本香港 大陆就还比较强 大陆最近所有利空落幕之后 开始补涨 因为之前大陆被一些 很乱的问题 比如说疫情的问题 美中贸易战的问题 香港暴动的问题 乃至于最后的港版的国安法 都有很多的干预 都有很多国际 不能接受的一个问题 所以行情一直压抑 但习近平的态度还是很硬 要做就是要做 到最后过关之后 所有利空出境了 行情就开始补涨了 所以大陆股市最近在补涨 就是因为 所有利空都结束了 都过去了 你国际之间怎么样 杯葛怎么样 踏拔 实际动作也没有嘛 只是嘴巴 在骂而已嘛 所以整个事情 安全过关 股市都开始喷出补涨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这一波 这一波在走什么 在走川普的选举行情 在走川普的选举行情 因为川普现在民调已经输那么多了 他不会放弃 他不会放弃 他能够失利的地方又有限 疫情他不可能 能够失利 对 疫情这一次 川普民调会那么低 就是因为疫情的问题嘛 那疫情没有控制不了 暴动控制不了 美中贸易战收不了尾 那尾一剩下 就是剩下股市而已 所以依照川普那种 坚强的意志 股市他只有在 投票前 继续做多上去 所以最近全球都在走 川普的选举行情 你要看懂这一点 当你看懂这一点之后 台北股市只要多头 没有出现 结构性的改变 你就全力做的就对了 那多头的结构改变 要怎么判断 我教过你们 你用我教你这个方法 多头市场铁率 只能有一长黑 今天这个不算长黑了 我们长黑是以收盘价计算的 收盘跌于100点以上 只能有一天 不能连续两天 如果这个情况没出现 你就放心做多 那包含甚至你可以用缺口 只要没有出现 往下的突破缺口出现 如果是普通缺口也没关系 顶多行情进入震荡而已 懂意思没 比如说什么意思 比如说开低 两三天之后补掉 那行情就进入盘局 整个行情多头架构还是没有变 所以只要是这个情况 你就放心做多 但每个月走的不一样 指数涨了3500点了 很多人会担心 去3500点又如何 行情如果要继续涨 你带那个星干什么呢 你就把它切割成一个月 一个月一个月去操作 六月做六月的股票 七月又是全新的开始 八月又有八月的主流 你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切割之后 那操作起来就轻松如意啦 对不对 就像六月份我讲 早四月十七ABC调整过的 你看这些股票 在六月份 党党都有30%的利润 对 9802预期 是不是也是 四月十七修正过 穿出去的细的0% 对六四八八环球晶 四月十七ABC调整 穿出去的七十几块啊 加郁金光也是啊 ABC调整过穿出去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买这种股票 懂得什么 六月涨上去的股票 六月大涨的股票 七月就不是塌了 所以这种股票你就不要再去碰了 很多比如说 6239台郡 6269台郡 也是四月十七ABC调整 主要从六月开始涨到现在 那现在回涨就不能买了 因为它六月的主流 其实延续到七月初 你现在再去买那就不对啦 对三零三四 联勇也是啊 对六月冲出去 最后两天拉高 你再跳进去就不对了 你要买全新七月的主流 你要买全新七月的主流 最近开始发布六月份的营收 六月营收有些 好的不好的 你看最近有很多 突然急涨 突然急涨有些都有鬼喔 如果它六月营收没有办法比七月更好 六月营收没有办法比五月更好 谁会知道 公司知道啊 有内信消息也知道啊 那它不可能发布利空再来卖股票嘛 所以一定是利空数据没发布之前 先扭上去走 就好像联勇 联勇 联勇两天 在联掌这两天我就很小心注意了 因为联勇历年六月营收会比五月稍微低一点 所以果然发布出来六月比较低 今天就出现大跌了嘛对 今天就出现大跌了嘛 包含五二九九节力 昨天拉涨停 营收发布出来衰退 马上就打下去了 那可能你会想 我怎么知道六月营收会不会好 你从历史去找答案嘛 历史上每年六月都会比五月好的 甚至于六月开始进入营运旺季了 那接下来它的行情 整理过两个月三个月 冲出去 就自己大坡了嘛 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过很多遍嘛对 所以六月三十%给你之后 紧接了七月份 我跟大家讲七月份你要锁定什么 六月三十%贪到啊 七月你要早 七月又会继续创新高的 预期还会啦 因为预期每年六月都会比五月成长 每年六月营收都会比五月成长 所以接下来预期营收一发布 还是会再重出去 对 文帽也是一样啊 我们来看文帽 对 文帽也是啊 文帽每年六月六七八九十 年参半年的营收 连续半年的营收 所以去年从六月开始起涨 一涨就涨到十月份 就是一个大坡 所以文帽虽然从上个月就开始涨 虽然文帽从上个月就开始动了 文帽虽然说从上个月 四月十七ABC调整 开始动了 可是整个来说 三个月相行也才刚冲出去而已 而且六月营收发布出来 比去年同期成长12% 创下历年来最好的六月份 现在外资法人都在买 连指标都黄金交叉 所以常常就用勾票 买都能够求 文帽不要小看他哦 因为平常时间节目时间很短 只有大概二十分钟不到 我没有办法讲到很细 演讲会场上面有充裕的时间 我就可以讲比较多 三三二四双虹也是啊 今天开高走低 鸭蝎都还是可以买 因为双虹每年七八九十 营运的旺季 那相行两个月结束之后 刚冲出去而已 有鸭蝎 这边也都会大气在的 这后面也都会大涨 你看我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讲了好几档 对 这支 我还不能开 为什么不能开 因为我还没有布局 我买下去 回来两个半月 每年七月到十月 所以去年七月到十月 大涨一波 我现在在等 最后的买点出现 我在等最后买点出现 这等我买了之后再来讲 这支也是啊 ABC调整 整理三个月 那是否冲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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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六月到十月 那是否冲出去 都是营运忘记 所以行情到刚开始而已 这个押回来也都是可以买的 包含三二二七 原项也是 整理三个月 为什么整理三个月 因为每年三月四月五月 在淡季 所以行情供不出去 六月营收 六七八九十 连刷四五个五个营收是拉高 所以在营收发布前 人知道就开始挠了 知道就开始涨了 所以你要找那种相形整理 六月营收会冲出去的 那他就会开始动了 三大法然都在买 你看上星期五 一百七十四块 VIPP费下去 礼拜一一百八十再加码下去 当天涨停间就到两百一了 那一百七十四到两百一 多少钱 三十六块啊 是不是就是三十六块钱呢 三十六块钱就两成啊 就两成啊 才两三天时间而已 所以很快的你找这种 经过两三个月整理 接下来营收会冲出去的 后面连续三个月四个月 营收进入旺季的 那一支一支都会表 漢以伯德也是 三个月整理冲出去 我们昨天四十五块钱卖 那我们三六三七三八买的 四十五块钱卖 也25%啊 接近30%啦 今天是不是掉下来了 4915自身 我今天是卖 原本自身是连续三个月整理 也是要充的股票 可是六月的时候发不出来 没有预期中来得好 所以今天开盘前我都通知会员 开盘 直接出掉换股操作 大盘开到的时候 四十九块很好 卖掉了是有半四十七块钱 所以有时候数据不如预期 第一时间赶快跑 赶快换股 换到3005自身 神机 对 换到神机 神机也是押回两个月 四月五月已经創历史新高了 另年六月都会再开高 而且最近接到 德国企业 强顾电脑的订单 所以这大量 这很危险的啊 押回底部报大量 外资连买七八天 那这个行情就是 供出去的行情嘛 到时候六月一次再发布 这钱高就会冲出去啦 钱高就会冲出去啦 所以你要找这样的标的 不要再活在过去 一直在买 之前大涨的 回来再买有时候是不对的 回来再买 今天卖压很重嘛 比如像这个 见顶 对 涨高再发布利多 利多都会变成利多出镜 今天是不是一根长黑帮帮打下来 就打到快跌停板去了 加上今天除拳 加上今天除拳 7月7号除拳7.2元 除拳又兼弃拳 今天MOSFIT跌蛮重的 所以很多个股今天卖压很重 卖压很重有些是不能接的哦 接了会麻烦哦 有些压下是可以买的哦 你看金元店 六月营收又比去年同期又成长12% 再创历年最好的六月份 一路一路一路 哇 我们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五 这个后面到十月份营收都会一路上去 因为节目的时间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跟你讲 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方向 从这个方向去找选择 每个月30% 30% 30% 你都会兑现 今天电子股虽然卖压比较重 可是大盘资金72% 还是在电子股身上 所以包含防疫概念股 只要不是主流的 一样都相对弱势 可是防疫概念股有些涨高 就不能再买了 有些还在底部的 对抗友 冲出去结果缺口补掉 所以上次跟大家讲 如果缺口不补会很强 就很不幸的缺口补掉 那缺口补掉 就变成他要再继续做第二波的整理 那整理完之后 会更挡地的 你看这两根大量 经过换手之后 高档没量 所以大量换手高档没量 会免费没走到 拉和精力 精力完之后整理干净 还会再动 所以底部的股票你放心 已经涨高了你就不要去乱动 行情是一直在轮动的 你要掌握每一波的轮动顺序 每个月有每个月不同的主流 所以七月份你记得我跟大家讲的 七月你记得我跟大家讲 找箱形整理两个月三个月 接下来开始进入营运旺季的 一群出去有个30% 那一个月一个月来设定 一个月一个月来设定 你如果自己找不到标的 找零和彦 我来找 我们一起来赚 我们的负转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你操作胜利 祝你操作胜利